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9月13日 今天是星期三 我們今天繼續和大家揭露時事 我是各位的節目主持 我是Johnny Fork 我們今天 就是中午時份出去了 所以晚了一點就是錄音 所以今天的節目 會比平時的節目時間晚了 敬請大家留意 而今天會有正常的節目數量 昨天我們是無差別地 亦不知原因 全數的節目全數被黃標 所以我們原本昨天有四節的節目放在YouTube 我們後來將其中兩節收起了 因為想著等待系統會不會有改變的時候 才重新上載 然後我們下午因為出去了 所以就沒有時間再錄了 所以昨天 昨天的YouTube節目就只剩下兩節 另加 一節Patreon的節目 講到我的部分 講到Johnny的部分 請大家注意 今天將會有正常數量的節目 敬請大家注意 而我們今天也將這個獨家的話題 放在 Patreon 跟大家 去暢談 也不要 誤會 可能有些人覺得這些東西要放在裏面 我特意訂閱Patreon 進來偷聽 其實沒事的 我不會有甚麼重大的 不說得的東西放在裏面 只不過 通常我們Patreon的聽眾和用戶 真的比較喜歡跟我們互動 所以我們裏面的 節目形式比較接近一個討論 也是一個比較深入 深層次的討論 通常 跟香港的政治 和前途有關係 的內容 通常我們會說得特別深入 當然我們極度歡迎 你特意訂閱Patreon 進來聽這支節目 我們這一節要說的是 是數碼港 他們又是低調地想處理 但是這個笑話 就是已經罵了出來 罵了出來的笑話 想怎麼掩蓋 也是掩蓋不住 而最好笑的是甚麼呢 就是他們現在叫做賴無可賴 居然土共的 這個報章 文匯報 是把問題賴了 叫做巴拿馬公司 所以是不是很好笑 還說要輸入大量的人才 還說香港很有前途 還跟你說要發展高科技 我們這一節 真的很認真 又跟大家詳細研究這件事 我們不用那麼多政治角度 我們用多些 經濟角度跟你說 這一節繼續講久之前 請大家記得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立志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升旗易得道 升旗易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有Patreon獨家節目 敬請大家訂閱Patreon 繼續支持我們 由於我們需要平衡雙方 特別是免費模式 以及收費模式之間 要有一個新的平衡 因為YouTube 太多的毛利打壓 所以請 收聽免費節目的聽眾也要體諒 請大家記得支持 因為如果 你不用多一點力支持我們 那麼我們能夠提供的免費節目的數量 一定是只能夠下降 所以請大家記得幫忙 也請大家 認真考慮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我們的Patreon收費 也是非常之少 但是我們就會把 節目放在裏面 事緣 這節要說的就是發生 是一個 標榜自己 搞 高科技的地方 這個叫做 香港的數碼港 數碼港當年被人批評 變成了一個地產項目 香港為甚麼一定要被人批評去搞 資訊科技 還有科技 創新搞不定 原因就是香港 作為一個原本的國際金融中心 有 高等的學府 國際城市大都會的地位 但是這個地方 的產業 相當相當之單一化 就是 除了搞金融 和地產之外 甚麼 其他 的高薪科技 都搞不出來 由政府 帶頭搞這個數碼港 逢 政府帶頭 搞那些經濟項目 是沒有一件搞得成的 我們跟大家解釋過這個問題 其中一個原因 先不要說他 有政治的意圖 當他沒有了 他們搞 這些政策搞不成的最核心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在於 做官的 這班官員 根本沒有在商業社會 打滾過的 根本 不知道正常的商業世界 中小企 還有香港的人才走向 他們完全 不懂得社會 的情況 跟林鄭月娥跟你說 關心市民 跟著連地鐵也沒有搭過 是一模一樣的 一班根本就不用IT的人 要用 口水 舔在自己的手指上 再用來讀iPhone的人 跟你說要搞 創新 以及高科技 他們的行為 十足十一個 是沒有讀過書 的一個內地的農村的村民 一樣 這樣的人跟你說要搞 是全世界最新 最厲害的IT科技 如果你真的相信他 坦白說 你真的要 認真 去反省一下到底你自己出了甚麼問題 所以就叫做說時遲 那時快 作為一個 搞創新科技的地方竟然自己發生 大量的資料 被黑客入侵 導致有大量的資料流失 現在最新的說法 就是想把這件事 向低級職員 怪罪下來 跟這個 香港的沿水事件 還有港鐵的地鐵站工程 短裝事件也差不多 就是又跟你說 是前線員工做錯 是不是很熟悉的內容 又是跟這個 國歌 捱一下捱一下 就說跟兵協有關 又說跟 黑暴的USB有關 總之也不知道跟誰有關 總之千錯萬錯 都是前線的錯 總之那些大哥 的 全部都沒錯 他現在 明明是有那麼大的制度的流動 又想把他放在下面 更加《文匯報》 撰寫文章 數碼講洩露資料 的這個 位置 位於巴拿馬 IP的adress在巴拿馬 又說當地政府 管理這些事項 非常不嚴謹又鬆散 所以責任存在巴拿馬政府這一邊 總之又是那句 千錯萬錯 都是別人的錯 總之政府一定沒有錯 你說是不是大笑話 你又叫人家 大大力 要投資這個高科技叫做何套區 怎麼投資 有事發生的時候 你第一時間 又說跟前線員工有關 又說跟巴拿馬有關 巴拿馬 老年那麼遠 我又起事上來了 香港發展 我遇到重大的投資困難 系統出了問題 資料外洩 你香港政府 跟中國 大陸 有甚麼能力 能夠幫到投資的人呢 原來就是出文章 說 洩漏資料的地方在巴拿馬 當地的政府監管不力 你又叫人家來投資 你的科學員 數碼港 還有何套區 說是無敵 做的時候 有心無力 誰 除了傻的 誰會對你這個地方有信心 誰會認為一個連最基本 的員工資料 都沒有辦法保障的數碼港 學人搞IT 你真的覺得這個地方 能夠搞高新科技 能夠跟全世界競爭 如果你真的覺得 是有可能的話 真的 你要反省 到底你的腦袋出現了甚麼問題 不是無線新聞 過幾小時跟你介紹 河套區就代表河套區 能夠正常發展 如果下次 無線新聞過幾小時跟你介紹這個河南的爛尾樓 你是不是又覺得那裏充滿 發展的空間呢 值得去投資呢 早前 才出了紀錄片大談這個 只是河南 鄭州一帶 那些爛尾樓的數目 相當之驚人 香港 沒有人唱衰你 香港 就是一個 其實是缺乏監察的時候 千瘡百孔的地方 以前 就叫做辦有監察 所以 好像很多東西沒有什麼大問題 現在沒有監察了 所有東西 全部可以出錯 香港有什麼優勢呢 香港的優勢 就是不斷地把自己的優勢 盡快消滅 我們這節也和大家暫時說到這裏